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40多个平方米 总投资是3.2万元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壮丽70年系列报道 今年新中国建立70周年 新中国的诞生离不开革命先烈的牺牲 离不开革命老区人民的奉献 但受制于土地贫瘠 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许多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脱贫难度很大 近年来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 革命老区贫困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陕西延安黄陵县的索洛湾村距离县城大约50公里 村里430多人 以前是一个地少不保收 挑水半里路 雨天两脚泥人往外面跑的穷山沟 村民人均纯收入不到200元 但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8万元 2018年家家户户还都住上了新修建的别墅楼房 46岁的王小强 是陕西黄陵索洛湾村的村民 夫妻俩在村里开的这家餐馆 每天销售额都在1000元以上 反正这个一天来说 收益不厚了就是1000多块钱 所以后来就是3000多4000块钱 比原来翻一倍 翻一倍还多 25岁的余丹 大学本科学的是旅游专业 毕业后在家门口做起了导游 一个月的话 我们这边有底薪家提成 应该下来的话 也是四五千左右 三四千到四五千 你回到家 每天可以吃到父母做的饭菜 也是非常口 也很幸福的 在索洛湾村 村民们似乎个个 都有自己赚钱的门道 这些没人要的野生核桃 竟然也能做成工艺品 卖出好价钱 一个月就是几万块钱的销售 走在索洛湾村村道上 记者有些疑惑 上时级90年代 索洛湾村 还是远近闻名的雄山沟 年人均收入只有200元 究竟是什么 让这个穷村变成了 现在的致富村呢 43岁的柯小海 是索洛湾村的党支部书记 回忆起上时级90年代 村里的贫困状况 他至今记忆有信 这两间土窑洞 就是柯小海曾经的家 里面除了土坑 灶台 和一些杂物外 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 一下雨 屋顶上的土就冲下来 土炕都是湿的 在柯小海的童年记忆中 饿肚子是长事 1999年 23岁的柯小海 当上了村干部 让全村人吃饱饭 是他当时心里最大的愿望 他把村里的汉地改成水稻 在稻田里养鱼 跑煤炭运输 搞全村土地流转 经过多年努力 当地村民终于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村里也有了一些原始积累资金 柯小海心中也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 2013年 黄岭国家森林公园开始建设 当年红军就在索罗湾村 开展过革命活动 红军官兵赴山后 还在山上的悬崖 造出的石窑洞里治过山 崖居 古村寨 红色文化 良好的生态 这些都是难得的旅游资源 柯小海意识到 这是索罗湾村又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眼前这些悬崖上的石窑洞就是崖居 崖居最早是因为躲避战乱或土匪时 用千锤等原始工具一点点用人工造出来的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 红军指战员经常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崖居面积不大 大于二十来平方米 里面主要有石头累气的炕床 灶台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吃的粮食 喝的水 都得靠人工从悬崖下面带上来 几十年过去了 崖居屋顶上被熏黑的石壁 外面石壁上的子弹弹坑仍然清晰可见 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真容岁月 做饭的地方 锅土 石板炕 里面的物件我们都没动 这个就是按照当时我们老侠妹妹 我们村上的老侠妹妹跟我们说的 我们照这个就雕了个像 在崖居下面的悬崖石壁上 还有一条当年红军挑水桶运水 走过的阳长小道 这是一条非常贼的 过去人说是只有阳走着才能走过去 人怎么能走过去 顺着这条阳长小道往前走 就可以走到索罗湾村的古村站 直线距离虽然不长 但索罗湾村到崖居中间横跟着一座大山 必须从旁边陡峭的山坡小道绕过去 翻山越岭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崖居 如果不解决这个行路难问题 旅游很难做起来 怎么办呢 反复琢磨调研后 索罗湾村委会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山中间打一条隧道 把崖居 古村寨这两个景点串联起来 这样不仅游客不仅时间大大缩短 而且还能给游客带来一种探险式的独特感受 但在山里打隧道 第一个遇到的难题就是资金问题 对外招标的时候 找到好多工地让他们来做的时候 大家都说是 按预讯下来不低于五百万 五百万元 差不多相当于村里一年的总收入了 村里拿不出这么多钱 隧道又该怎么打呢 柯小海和村干部 干脆带领村民自己干 2016年 全村一百多户 四百三十多人 每家出一个劳力 每天十二个人为一个班次 上山轮流打隧道 工钱按当地市场行情 由村集提出 就这样 资金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他们原本预计 打隧道一天打一米深 但严实很坚硬 有时一天隧道只能往前打十几二十厘米 靠着这些原始的简单工具 打前面五十米还马马虎虎 但越往里面打 难度越大 而且还存在瓦斯浓度高 容易爆炸等安全问题 于是柯小海和村干部 找到了村附近的煤矿企业 借来了打隧道的专业设备 还请专业技术人员帮忙现场指导 你比如说这个通风的问题 打到五十米的时候 它可能就要通风 它不通风里面就要会产生瓦斯的这些东西 咱们能怎么办 矿上那个小风筒 我们一剪 那针线 你拿那个通风 然后做一个风筒 把风给送进来出去 就这样 在多方努力一下 2017年底 这条隧道终于打通了 长度是二百 好像是二百一十多米 总共是打了一年 可能一年八九个月吧 总共我们打这个 冻子打完以后才花了 四十九万八千六百块钱 就把它打通了 这是基本上就只人员工资 花费不到五十万元 索罗湾村民硬是靠人工 一点点打通了这条 二百一十多米的隧道 把崖居到古村寨的步行距离 从三个小时缩短到二十多分钟 一走出隧道口 人就感觉豁然开朗 古村寨就在眼前 晃晃悠悠穿过木板吊桥 宁静山谷下的古村寨 微风轻浮 伴随树木散发的自然倾向 时不时传来的鸟儿鸣叫 让人感觉来到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这一块 过去住了七八户人 就在这边 这边可以种线麻 就是我们拿鞋剑那些 线麻 玉米都在这里 感觉到西道的空气 都是非常非常新鲜 它有喜飞这种感觉 隧道打通了 致富的希望也来了 一听说 从里搞红色文化 生态旅游 王小强和妻子就意识到 他们的好日子来了 2018年4月 他们关掉在当地县城的餐馆 回到村里 开启了这个农家乐 对于说咱要的是个三层 对于说是240个平方 那现在就是 一楼二楼 咱就装成一个餐厅 就营业性餐厅 三楼装成咱自己 咱自己的住宿 王小强告诉记者 游客到他餐馆来吃饭 最喜欢的就是当地山上生长的野菜 这天早上8点多 王小强就来到山上 采摘新鲜野菜 把这隔回去 都是养了煮了 喂了煮了 谁又没有想到这能吃 都采取一盘菜 现在就是最少 就说卖15块钱 这还听不出来 人还都爱吃 这个就是咱这个 出和这种铺骨一样 这个是 这个是清凉东西 这个是白糖芽 这个可以拿面搬出来 可以整出来 可以吃 看着游客们喜欢吃自己做的农家菜 王小强心里别提多高兴 之前在县城里 每月累死累活地干 去掉房租水电和人工成本 剩不下多少钱 现在农家乐餐馆开业 才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用挣到的钱 买了一辆汽车 这个套了千万多块钱买了一个 这就是 挑战比一天比一天那个嘛 就是慢慢来 就在王小强夫妻在农家乐 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村里的导游余丹 正带着远道而来的游客们 参观游览雅居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独轮车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用这些给运输粮食 来可以体验一下这个 慢点慢 不好吃 这个不好吃啊 对对对 进来以后 匹配都是可以放松 人整个放松状态 因为这个生态可能让这个村子 有了一定的收入 然后呢 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很好起来 所落湾村的旅游制服经 还远不知这些 眼前这一件件精致独特的工艺品 也许你想不到 这是当地野生山核桃 加工做成的 野生山核桃 在村后这座山上随处可见 又硬又不好吃 以前在村民眼中 这些山核桃 就是没用的废物 但没想到 自打村里搞红色文化 生态旅游 这山核桃也成了宝费 经过巧手加工 变成山核桃工艺品后 不仅能卖钱 还是一个新的创业制服录 从前没人要的废物 变成工艺品 源于赵宠斌的一次 卖核桃的经历 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没有用价值 有个干肃一个商贩 他找到我们这班 说是收购这个野生山核桃 一斤两块钱卖给他们 因为他一年能收个几千斤 用量还挺大的 当时我感觉 他们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赵成斌当时很纳闷 废弃不用的山核桃 收购几千斤 拿去做什么用呢 直到有一次 对方没时间来运核桃 让他直接把山核桃 运到加工厂去 他这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就是用这个核桃切成片 然后做成好多工艺品 我说原来这么一个核桃能做这么多工艺品 是一个好的商机 然后四场价也挺好的 就是小的东西卖几百块钱 大的东西几千块钱都有 核桃生意很赚钱 可是做好的工艺品怎么能卖出去呢 这一度难住了赵成斌 2014年 借着村里搞红色文化 生态旅游的契机 赵成斌和四五个人 办起了山核桃工艺品加工厂 他们用钢具 把每个山核桃切成三片 厚度大约一厘米 主要采用中间那层花纹好看的核桃壳 按照设计师的创意 用特殊胶水一个个拼接起来 最后加工打磨喷漆成一件件 新颖别致的山核桃工艺品 加工过程中 山核桃壳里被剔除后的 这些细碎核桃仁 还有很大利用价值 用这些核桃仁加工提炼 能做成价格很高的维护保养油 赵成斌的山核桃工艺品 现在线上线下都在销售 而且针对不同消费者年龄层次 消费习惯等特点 他们还有一些专门定制的产品 这个一个月消费就是150多单 销售额呢 销售额就是一万多块钱 不企业 没人要的山核桃成了赵重斌的摇钱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锁洛湾村早已整体脱贫 村民从2000年前的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 增加到现在年人均收入突破2.8万元 收入增加了100多倍 村里还给每户村民修建了别墅 大部分资金由村集体出资 村民们根据别墅大小 只需要出七八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 就可以拥有二层或三层别墅 锁洛湾村走出贫困 一靠勤劳 二靠对地理人文资源的巧妙利用 延安的扶贫做法 是各地要立足自身优势 因地制宜 在延安下属的国家级贫困县 延川县 我们就看到另一种扶贫方式 33岁的冯享忠 是陕西延川县年家原村人 家里六口人 是村里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前几年 在村集体的帮扶下 冯享忠种了六米苹果地 每年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加上他自己会电工技术 在外打工还能挣点钱 2016年 他家顺利脱贫了 但没想到 八岁儿子这几年因为脑瘫病 去北京等大医院治病 光做手术就做了三次 已经花了三十多万 现在家里还欠十几万元的外债 儿子的病 是最让他和妻子揪心的事 他每天回来给我是死 老师不让他 其他小孩可以 他不可以 那孩子不 他不理解 挺伤心的 孩子也挺伤心的 我说了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采访了解到 按照当地扶贫政策 2016年 冯享忠家人均年收入 已经超过三千零一十五元 当年就已经脱贫 但考虑到冯享忠家的实际情况 村里继续按照贫困户的标准 对口帮扶 当地把这种扶贫称为脱贫不脱政策 那对于像冯享忠家这种困难情况又怎么帮扶呢 在多次调查研究后 当地扶贫干部发现 冯享忠家地处黄土高坡向阳地方 每天平均日照大约五六个小时 院巴前面有一小块闲置空地 很适合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他家通过光伏发电把电卖给电站 每年就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光伏发电 学电工出身的冯享忠一开始觉得很好奇 也搞不明白 还有些犹豫 他想不通 这像一面大镜子式的东西怎么发电呢 而且还能不干活就挣钱 直到技术人员反复耐心细致讲解后 他最终才高兴地接受光伏发电这新鲜事物 也大致明白了光伏发电的原理 还学会了怎么维护光伏设备 查看光伏发电度数 这就是现在的咱们电站的功率 是1.045千万 这是今天的电量 12.8 这个是总发电量 9,847 这个就是输入电压 260 259 还一直在变化 2017年 冯享忠家在当地扶贫单位帮助下 贷款3.2万元 安装了40平方米光伏设备 现在已经是第三个了 做的时候呢 这个光伏电站呢 占用呢 就是40多个平方米 总投资呢 是3.2万元 村书记赵涛说 当地光伏扶贫 通常有三个条件 一是贫困户 二是家里有闲置空地 不能是耕地 三是贫困户要自愿同意 考虑到冯享忠家的特殊情况 为减轻经济负担 当地村委会 还给冯享忠父亲 安排了一份工作 每天打扫村里 这五公里的道路 一个月给五百块钱 那一年 一年给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对你们家来说 有着什么呢 跟林华 买面买 靠着扶贫政策的帮扶 和自己的努力 冯享忠相信 自家的日子 会越过越好 据了解 沿川县目前有二十二户村民 安装了自建光伏发电设备 另外 有三十四个村集体 安装有光伏发电设备 共计利用闲置土地 一千五百米 发电功率 五千六百千万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 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五年来 农村累计减贫 六千八百五十三万人 减贫幅度接近百分之七十 年均减贫 一千三百七十万人 贫困发生率 也从2012年末的百分之十点二 下降到了 2017年末的百分之三点一 其中有17个省份 贫困发生率 已经下降到了百分之三以下 脱贫攻坚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 肯硬骨头的阶段 在这些贫困地区中 有许多像延安这样的 革命老区人民 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 书写下一篇篇浓墨 重彩画卷 如今 他们传承红色文化 不忘初心 在新中国壮立七十年不断发展的道路上 正谱写一页页 土窑洞变新楼房 荒坡变绿地的新时代乐章 党的十九大强调 确保到2020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茂 在这其中 我们尤其要关注那些 为新中国的建立 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革命老区的贫困群众 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在脱贫攻坚 奔向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老区的贫困群众 一个也不能落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